歡迎光臨 大家午安 我們現在說春天到了 穿什麼東西 感覺就很春天的感覺 就是這樣 輕飄飄的 粉嫩粉嫩的 然後再來呢 如果我們要作一個料理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要知道 要選一個很好的鍋子 因為如果要煎魚 鍋子用不好的時候 魚子會黏黏黏黏的 我覺得煎魚真的是很不容易 炒菜的時候 鍋也會幫我們很多忙 第一可能用瓦斯 還有它會把食材的 有些很好的味道 它直接幫你烹飪出來 所以這個鍋子是非常重要 就是很講究 所以今天我們要讓全世界吃得健康 除了買食材 很重要之外呢 就是順手的鍋子 也是很重要 市民上的這個鍋子有很多種 那如果你想換一個新的鍋子 要怎麼來選擇的時候 今天你來看美鳳有約就知道了 我們會教大家選一個 什麼樣的好鍋呢 讓家裡都吃出健康 再來呢 我們也請到這一位 因為它是好會推薦新的東西 我們來歡迎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馬劉莉 另外一位是好鍋達人陳建妮 大家好 歡迎 來,好鍋達人,一起來 麥姐好 你好 你有睡嗎 我好睡 有睡 看你真心這麼好就對了 有 有的時候我們的營養 長在別的地方的時候 那個是不需要的 沒有啦 最近就是因為 這皮膚的循環力不好 皮膚 然後我就做了一點點 小小的小雷射 所以今天這樣子 觀眾朋友代表我是純真的 你是真的 我是真的 長出來的肉芽 肉芽 我就說 你是不是補得太油 不是 他說不是 醫生有說過 其實我以前就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以前 後來就不用這些瘋子的東西 後來是跟體質有關 所以我覺得 選對自己的東西 然後用在自己的臉上 要適合 要適合 包括你作什麼菜 你選錯了鍋 整組適合了 是,所以要適合 適合 好,所以今天你帶一個 滿適合你的 好鍋達人 是 不適合適合我 是好鍋達人 好,今天要作什麼料理呢 今天要作最基本的 好 好 青蔥兩根 紅辣椒一根 蒜頭兩粒 米酒三大匙 魚 要吃紅燒一定要乾煎 我自己在用的時候 它因為好的鍋子 是不用說一定要熱鍋 就不一定 對 其實你有時候熱鍋 你已經油非常的熱的時候 魚放下去 一下子表皮 可能很快就燒焦了 這個油外這樣把它燒 對,就像這樣子 我都是這樣子 大概有個平均 你要煎的面積有多大的時候 你油大概就是說 讓它有多大 這樣就可以 就是說它的油 含蓋的面積這樣就可以了 OK 這個剛剛已經... 好鍋達人已經幫我弄了 來 你見不見以前我們煎魚 都很容易到... 油太多了,都這樣 對,你看哦 或者是水沒... 你看,注意看 其實它沒有很少的油煙 而且只要低油 就是說你一點點的油 就能夠煎了 記得我們像在煎這個魚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小火 先小火 其實都是說 我們在目前 你市面上一般要做煎魚或什麼 都是要以小火為主 是 對,就是以這樣的小火 然後慢慢的煎 你等到一般煎了 大概舒黃的時候 你再來做翻面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了 對 因為現在食材來講 我們現在家庭主婦 都怕黑心傷痢 所以買的食材都不手軟 都會買最好的 會給家人吃 可是如果鍋具不好 譬如說煎魚 煎魚都暖暖 對,不會漂亮 對啊 對 這樣我都想說 是不是要比較焦 所以要灰這樣 不可以太早翻 對 這個很重點 因為它這個... 我知道這個東西 它是結合 然後你要結合不沾的話 我們要說... 你要煎完會焦 對 還會煎完裡面的肉 還會Q軟 所以一般小火就可以煎就好了 而且這個鍋子 我覺得很好的好處 它煎到熟了的時候 它就會跟鍋面 魚或是肉 它就會跟鍋面就分開了 像我在家做牛排 我外表煎得很酥脆 然後裡面還是很Q軟 它不會把水分收乾 它不會夾到的 不會... 不會 所以也有不沾的效果 對 這就是厲害 現在很多都是外面有一層那個... 鐵芙蓉 對 如果說你用鍋 有時候煎熟或什麼 吐到一層一層一層 對 那怎麼辦 那怪不得了 對 因為重點 這個不是鐵芙蓉的 所以之前那種 有種的都會掉菜 跟它說 它不可以用嗎 對 對 那個掉菜的東西 吃到八道 是不會代謝出來 是 所以重點就是說 它這個鍋子有一個好處 不沾鍋 可以用鐵鏟 可以用鐵鏟 對 用鐵鏟的話 因為這個不怕膏 類似一種物理性的不沾 物理性不沾 它就是白鐵在上面 它不鏽鋼在上面 所以你鐵鏟 都是在不鏽鋼上面炒 那一般你說的鐵鏟 它是利用一種比較 化學的性質 來讓它打到不沾的效果 因為鐵鏟它是比較弱性嘛 是 它弱性 所以它必須要加速一些 化學物質 然後但是當你煎炒的時候 它萬一有刮痕 它那個爐素就外露了 就是這樣子 以前 對 以前媽媽用那個 菜粿皮擦一擦一擦 奇怪 那個鍋子這樣... 擦一擦去 又擦 它每一次做它就這樣拔 要拔 對 那有時候燙一燙 你如果把它煮東西 有時候它還會有味道呢 對,那個會有這樣的味道 是不是 你看這個 它不會粘過 它用放油就可以了 而且你注意看 你像放那些油 它那些油還是在那邊哦 其實那油還是在那裡 不會說都沒有油了 我們台灣會說 你好鍋就不會吃油 一個好鍋 它不會把你油吃掉 所以你再煎一煎 你看這邊油還是留在這邊 對哦 剛剛它這樣子 你看這邊油還是留在... 就到那些油還是留在這邊 是 對 OK 那我現在把它翻面可以了嗎 好鍋達人,可以哦 可以 現在先翻 你看看 漂亮 很漂亮 做完全 不用計數 不用計數 那不是麻糬,你會煮 我告訴你 我也是會煎 煎一個好鍋 這個有東西 對不對 好 然後這時候就讓它再煎 好,這個其實煎... 因為紅燒魚是基本上都是家常菜 所以魚兩邊煎得焦焦焦焦焦 可是美鳳姐 以前我們買鍋的時候 煎魚最怕 就是魚一丟下去 媽媽好像跑到過... 因為水底要刷路燙 對 不然都會噴我 你看它這個油 說的油還是在 所以不用太多的油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 你不覺得沒什麼油煙 對 以前媽媽煎魚 整個廚房都是油煙的 因為大家都像熱鍋 油就開始沖煙了 其實對身體也不好 對 如果真的要來放魚 其實像這樣就不用了 就是要這樣子 因為像一般拋鍋 我自己在煎蛋 我要煎個太陽蛋 我其實冷鍋冷油 我自己直接放下去 我不用開火 我放下去 所以冷鍋冷油也可以 也是可以煮 所以你一般... 對,一般的話 因為我強調剛剛說 我用這一個鍋 它是用物語心的不沾 它物語心不沾 所以說魚好像就浮在網巢上面 我今天的話 它好像在沖浸讓食材 它熟了以後 它自然就會分離了 對,在幫食材 在做SPA的那種感覺 你看看 你看它輕輕鬆鬆的 你就可以滑動 OK 就可以這樣子滑動 所以整天你不怕魚肉都冰了 那我先把魚起鍋好不好 好 因為我要煨它的湯汁 再把魚放進去 還是你直接放 我直接就好了吧 沒關係 那你說不是我的個性 我個性應該怎樣 看來是美鳳姐要這樣啊 不然我在家裡是先... OK 好,那我們就直接下去 OK 因為它有油在裡頭 對 對,它裡面還有油在裡面 所以可以這樣 去拌炒一些香氣 然後這個時候這是... 這是酒 不要酒 我放點醬油 我先讓它這個味道 稍微出來一下 進開這個鍋子 它重點小火就有中火的效果 我們現在轉小火 它就可以這樣大概爆了 這個魚它的油已經在把料理做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油煙這樣很乾淨 對 好 那我先加個醬油好不好 你先爆 你先爆這樣 好 都聞到香味了 我感覺應該要吃了 好 我就放醬油 好 然後當然你可以放一點糖 提那個味道 那就可以放醬了嗎 可以 可以 好,放一點糖 要加一點水嗎 要加一點酒 要加一點水會比較好 好,酒 你會加一點酒 你可以喝嗎 你可以吃嗎 我知道啊 你害得到耶 你害得到啦 好,一點點水就好了 OK 因為什麼燒酒雞啦什麼 那個真的不要加太多水 一定要用酒燜出那個甜味 來 而且這個鍋來講 它的大小剛好符合家庭主婦可以拿 因為有的鍋要很大的時候太重 這個其實也有可以... 有時候人家用平底鍋的 有平底鍋 也是都可以 我這邊看過這種材質鍋 它有平底鍋有比較大一點 有時候就是說家裡面人比較多的 也有比較大的 這個是大概譬如說 大概在五、六個人的話 差不多只有這個 我覺得炒菜有時候 還是用這種鍋比較過癮 鼓勒在那裡 放下去 後面炒 平底鍋就怕它很快炒出來了 對不對 像鳳姐剛剛所講的 我在炒菜的時候 它炒出來的菜 你看都非常的清脆 不會說有的黑油、黑黏黏黏 不會這樣子 因為受熱不均勻的關係嘛 對,它就是受熱非常的均勻 然後它的火非常的快速 所以一般炒出來 我幾乎炒出來的菜都很漂亮 清脆 對,都很清脆 青蓮,看一下 青蓮啊 對 好 好 要不要把它翻一下身 你來 你不敢哦 我不敢 我怕我搞破壞 不會 不要怕 我跟你講 是從這邊 好 你要從這邊是不是 對,那邊的鍋子比較... 像它... 有香蕉、電鍋比較難用 漂亮 不好意思 不會 不錯啦 很棒 我覺得這樣煎魚 讓媽媽知道是魚 而且最重要一點 我覺得現在都吃原味 你不覺得自己煎就感覺比較好嗎 對啊 這個蔥就可以加進去了 可以 對不對,蔥可以加進去 蔥除了洗很乾淨 要不然還是稍微可以煮一下都好 對啊 加勻 蔥白 然後再青蔥 好 颱風的時候蔥最貴了 對啊 對啊 現在多吃高麗菜很便宜 對,高麗菜好啊 這個鍋子又過癮 而且高麗菜 如果說用這種鍋子炒 它真的不會說因為瘦肉不進去 有些打瘦 都不會 你像我在煎魚或牛排的話 整個起來都是能夠 好 我們現在是... 有的人要加芋草、胡椒 或是要加豆腐也可以 對,都可以 你要加什麼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我跟美鳳姐一樣 簡單就好 對,我喜歡吃簡單食物 那如果說有人吃豆腐味 你又要吃黑醋 比較醋溜的 你都可以自己加 我加酒 加什麼酒 小米酒 小米酒 你是我底下小米酒 是不是小米酒 對,其實魚肉加一點酒 可以去魚的腥味 對啊 對不對 那個香氣又好 對啊 好,那我們現在差不多... 現在差不多可以起鍋了 這樣差不多了 對,對 漂亮 好 好 其實這樣做料理很簡單 但是要選擇一個好鍋很重要 對不對 對啊 對啦 如果沒有這樣用得好一點 結果魚煎得黏黏黏黏 就不行了 我媽媽以前煎魚的時候 我想說煎魚就這麼簡單 就把魚丟進去 結果我就把魚丟進去 結果魚都黑掉了 因為火太多了 對 就不會控制啊 所以我們這個就不能太大火 OK 其實就是因為它小火 就有中火、小火 中火有大火、小火 我炒菜炒快速的話 其實中火就夠了 這樣又生火 對 一般來講 像我炒了幾個月 那個瓦斯費真的斜成好多 那我可以請教 乾淨的 將近一半有 我像現在魚要拿起來 這樣可以嗎 可以了 拿起來 好有信心哦 是不是 用好的鍋、好的食材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你是想說清洗的問題 對不對 你是不是想說清洗... 那清洗是用... 直接冷水下去洗 就可以了 這一個好鍋的阿倫來告訴我 我們一般的... 來 你放我來 來 湯汁 薑汁 這個是為了湯汁哦 小心燙 來 OK 好 好,一般像我們那個 所謂的倒油糖 就是說比較會擔心說會沾鍋 對 但是我們這個不會 你只要一般的太過度 就是說簡單 你大概抹過一下 它就能夠洗乾淨了 就是說它上面有那種 日本 所以你看 它這個整個都掉下去了 對不對 我只要用水... 你也不斷滑 我根本不用 我就是水... 因為它有溫度啦 還是熱 所以很容易乾淨 沒有 但是我就在想說 有些鍋子熱熱的弄得好嗎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它是真正的餐廳不鏽鋼 所以這個不擔心 我把它... 沒關係 它就洗一下 鍋子也洗好了 就是剛剛那些水 然後你看我就是大概 再讓它拌均勻之後 你看我只要用這個布 所以不用再用什麼洗碗筋 什麼都不用 我大部分的話 頂多像這樣沖洗以外 那就是一般的 我們家庭常用那種菜刮布 對 很輕輕鬆鬆的 你看哦 它剛剛整個沾滿的 都可以擦得很乾淨 不用每一道菜 你都要用那個 就是說你整個都作... 菜都作好了之後 你再來清洗 真正的清洗 在中間用水沖一下就可以 對 好,那我們可以準備上菜 謝謝 水沖 厲害,它真的是超有自信的 魚這樣拿起來 我很怕翻掉 它還不會很完整 對,剛剛大家就很緊張 但是我覺得我今天是一個 把魚是腹腳 我的主角是個鍋 對啊 但是這個方法還不錯 就小火這樣慢慢煎 這個是師傅講說 因為它的鍋有這個效果 我們的這個... 然後你看 因為要翻的時候 吃魚刀很聰明 因為比較不... 對,比較軟嘛 對 所以要翻的時候 都怕對這邊翻 好,來 這邊有,謝謝 好吃 那我自己來 而且味道剛剛好 不太鹹 剛好 還有小米酒的香氣 是不是 而且味道都有吃進去 對 因為它很Q軟 因為最怕魚煎著茶茶 就不好吃了 對不對 它小火 然後醃不會那麼多 然後食物又保持 它原有一些水分 就是說不會破破 對 那個還很新鮮、很嫩耶 而且我覺得是好好吃耶 好吃哦 對,我原來沒吃中飯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今天... 因為我最怕煎魚 剛開始如果我要煎魚的時候 我還會...可以不要嗎 為什麼 因為油煙我怕 整整整都是 而且最重要的 油煙像我們支氣管比較弱的人 對哦 一直掃 煎一個魚 不知道你是怎麼樣 像你剛剛看了 我們就是第一有 然後又少油煙 它導熱又快 你小火就有中火的效果 還有重點 你看剛剛我們有做... 就是說有... 如果它是 我一直強調 你就是要健康嘛 然後它既然是無毒 這是其實非常重要 對,它如果說裡面帶有毒的話 它不可能得到這種發明產金牌獎 我有大概看到它的證書 不管什麼認證都有 所以我用得比較放心 對 你慢慢聊 我慢慢吃 不是,因為... 素有專攻 沒有每個他的專業的 譬如家庭主婦 他就是老闆努力賺錢 他拿了努力賺錢的錢 要去買一個鍋子 買個什麼東西 那他沒有辦法去瞭解說 他要怎麼去測試 或是怎麼去評證這個鍋子好不好 就要有專業的人 對 那有專業的人告訴我們了 他什麼認證都有了 那家庭主婦 你就可以了解 這個東西我們看就好了 因為要測試反測試的人 對啊 我們沒辦法怎麼去測 我們就看他認證的東西 那就比較放心嘛 對 所以我當初會挑到這個鍋子 其實我真的... 我用過好多的鍋子了 真的哦 我從這個開始自己很喜歡下廚房 偶爾就自己露兩手 然後讓家人吃都這樣子 那這樣可以叫另外一半 對 你叫你老公什麼事 他覺得煮菜很有成就感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 你看,我今天沒有花很多的時間 也沒有說整個 用整個蓬頭垢面的感覺 我叫他煎魚 而且它這個魚很大哦 這個魚很厚哦 你怕什麼 是不是 你看,美鳳姐好壞 連他都可以煎 我是有這麼壞的哦 不是 不是,因為他真的有拿過殘 他太危險了 說實在 你不像陳先生 他說煎魚要煎出心得了 你哪有時間 有煎到鍋子 你怎麼去測試 你沒辦法嘛 沒有啊 你太忙了 但是給你一個好的鍋子 你就有辦法煮得這麼漂亮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公益善其事 必先領其事 所以他說他做得到 我們哪有誰做得不到 對啊 都是這麼簡單的 對,沒錯 所以媽媽煎魚 你不用再閃 你不用再戴口罩 有的媽媽因為感冒 他用油煙一過來 煎魚在那裡煎 不行 現在不用了 而且最重點 我們最擔心的是說 煎魚擦材用的 整個鍋子在那裡露台洗 它就是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不然我也很懷孕 其實有它... 我自己主動稍微清洗一下 就乾淨了 真的啊 非常好清洗 真的好 有時候要作一個料理 廚房整間看起來很累 還要洗 還要拚 對,要拚 像這個 你就... 當你要炒什麼 我覺得你最好 我可能對最清洗的的 就是青菜開始 青菜開始 還是什麼 煮到後來我們就來煮什麼 這個鍋子做一次才來 也是可以 你不是要換一下 你用最強一下就好了 繼續再煎魚 魚用什麼之後 看你再擦一下 你還要煮什麼都OK 對,最初你才用好的清潔劑 你還要油油什麼 對 你整個洗、放給乾 而且很簡單 其實我就 我在家... 以前我買很多鍋子 要養鍋 都說要養鍋 要不然就怎麼樣 但是養到後面還是這個鍋子 可能有刮痕什麼 很多都會有問題 這個我就把它洗乾淨之後 放在那邊 下一餐料煮又拿出來就繼續煮 所以鍋不用養都好用 都沒有出過養鍋的動作 我都沒有 真好 對 所以這個鍋帶回去就很方便 你不用養它 因為以前媽媽說 鍋要用之前要先把它加 用溫熱 對 然後不要太燙 要只要煮一個東西 會不會這麼辛苦 就完全都不用 直接就上手 而且這個我 我就用這個鍋 我炸東西 我也是用這個鍋 然後我要蒸東西 或者是要煎 各方面 我就一個鍋 全部都搞定了 對 我不用說在弄一個炸鍋 或者是說弄個蒸鍋 都很方便 因為它... 一般我在市面上 有買過那種不粘鍋 它強調你不要去煮水 不要蒸東西或煮水 因為它煮水的話 好像會把它上面的那個... 塗層 對,會慢慢的刮下來 所以難怪你可能你買回去 一般買到那個鍋子 回去的話 可能三個月或四個月 會不會燙 不是不會燙 或本來就是說開始粘鍋 燙了 對,常常會變這樣 所以就是說我寧可多花一點點錢 但是我買到一個好鍋 那其實它是在幫我省錢 那你如果說 你為了聽價格 這個比較便宜 就買這個鍋 你可能永遠幾個月換鍋 幾個月又再換鍋 而且用到蓋上滷命 這是重點 所以我們買給自己的生活 可以比較容易上手 從這個小細節當中 我們去了解 選擇一個好的鍋具 讓我料理更輕鬆 就比較不會費力 也不會蓋上滷命 對,因為你要順手就好 對 就不會那個 然後廚房也比較不會油煙那麼多 然後身體自然就健康了 是不是 是 非常謝謝二位的光臨 謝謝 謝謝美鳳姐 謝謝